謝謝大家今天來到中央大學 然後又來到這個教室 參加今天的加入歌曲廣場 今天的加入歌曲廣場非常特別 所以這個學期我們大概還剩下 除了這場一段還有三次 那這場的特別的地方在 我待會跟大家介紹 我還是想要先請教一下 因為大多數我看到都是熟麵包 不知道今天有沒有第一次來到這間教室 參加加入歌曲廣場的朋友 有沒有可不可以舉個手 他們有 太好了所以都是我們的粉絲 那我還要介紹我是誰嗎 不要 要不要 不要那我是誰 我是誰 完了好講不出來 來 主席請教主席 什麼 主席請教主席 沒有關係 我還是介紹一下有沒有錄影 從這個 錄影的畫面第一次 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就是大家好 我是莊大學物理系的朱慶奇 然後也是加入科學廣場計畫的主持人 活動的主持人 很開心大家可以來這邊 我們一起換個兩個小時 今天這個 我說的主題特別是因為 不曉得你們知不知道 今年是國際光之年 國際光學年 如果你沒有看到我們講師的地方來報 知道這件事情的人舉手 好 對呀 這穿制服都不知道是糟糕的 謝謝 謝謝 我們知道對我學物理的人而言 大概在10年前 2005年是國際物理年 那一年我們有非常盛大的活動 有一個物理博覽會 然後如果你坐在台北的話 你應該記得那個101大樓上面 有打出一個非常有名的物理的方程式 愛因斯坦的1等於nc平方的那個公式 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 那一年的活動非常盛大 十年之後呢 我們要慶祝的是國際光 光學年 所以它主角變成光了 那光有什麼好玩的 各位要想一想喔 如果這個世界沒有光 你看不見我嗎 我也看不見你 然後我們也看不見自然界所有的東西 光對我們多重要 重要到我們已經把它忘掉了 對不對 什麼時候你才會想到光很重要 停電的時候 然後就突然覺得喔好不方便 就像我們前陣停水 突然就意識到水對我們很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活動喔 主軸就是要紀念國際光學年 所以今年是International Year of Light 然後我們今天請到的講師喔 當然是因為我們剛剛大學 其實在光電領域 我們有非常卓越的成就 可是呢我們因為太低調 所以在座搞不好很多人不知道 那今天的這場活動的籌備 我們要非常感謝兩個學會 那這兩個學會 其實他們的這個banner都在這裡 一個是先從上面的講喔 OSA是美國光學學會 然後在台灣的中央大學學生分會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後面穿這種黃色T恤的 都是來自於這個跟下面是國際的光學工程學會 的中央大學學生分會 所以如果不是因為舉辦這個活動 我也不曉得我們學校要請這個兩個 這麼重要的學生分會都在我們學校 那也很開心他們支援我們這個活動 然後今天活動的講師呢 是那個藝人籃包展請上台不用害羞喔 陳老師陳藝人陳老師呢 他是在我們學校然後求學 然後拿到他的博士學位 現在呢是在國務中心做博士後 所以他的光學方面的這個知識的基礎 跟訓練是非常扎實的 可是陳老師不只這樣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照片 很可愛喔 那他今天會願意來支援我們這個活動 就是他除了在他專業領域的成就以外 他本來就已經花很多時間 然後再做這種光學啊光電方面的知識的分享 然後科學活動的這個參與 所以陳老師在這個部分有很多的經驗 相信待會大家就可以領略到 然後這個東西已經自排開了 我猜小朋友很想知道我們今天到底要做什麼 好不好 那小朋友現在大朋友一樣 要借你的雙手 我們一起來歡迎陳玉仁陳教老師 非常謝謝朱老師的介紹 真的太精采的介紹了 精采到話我想講一些東西都講掉了 那我大概再講一下 那我大概再講一下 剛剛朱老師提到我們今年是國際的光學年 那在全球全世界有兩個最重要的光學的學術組織 一個就是美國光學學會 一個是國際工程學會 那這兩個學會呢 其實今年大家可以在世界各地 看到各式各樣的光學活動 然後這兩個最重要的光學學術組織 他們今年在台灣也會辦一些 類似像這樣子的科學教育 對 那在中央大學就由中央大學的光電系成接 那既然這兩個學生各位也都在我們光電系 那我們就一起了 兩個學會一起來辦今天的活動 那非常感謝科學教育中心借我們這個場地 還有這個平台讓我們來辦這個活動 好 那我們今天就開始講一下我們今天要玩的是什麼東西 對 那一開始呢 我現在 光 小朋友你們知不知道為什麼你們可以看到東西 或是你們為什麼這裡有個糖果 為什麼你們可以看得到它 要光 要光 對 因為 好來這個給你好了 反正我還要脫掉 因為這顆糖果有光 從這顆糖果跑到你的眼睛裡面去 所以你看得到這顆糖果 那我怎麼樣 可以讓你不要看到它呢 那我怎麼樣可以讓你不要看到它呢 把燈關掉 來 聰明 其實 還有一個更簡單的方法 把它吃掉就好了 只要你講這個答案 但是我們還有一些更神奇的方法 要讓你不要看到老皮 其實還有更簡單的方法 除了吃掉它以外 還有更簡單的方法 只要光 不要跑到你的眼睛裡面就好了 對不對 我要眼睛設定了 好 那你就看不到你媽媽了 那我們要看得到媽媽但是不要看到老皮怎麼辦 好 不要水裡 對 但是 欸 這個 不好意思 這個螢幕 好 不要水裡 可是不要水裡你看不到他了嗎 他的大 還是可以看得到 那現在我們還是可以看到老皮 可是你看當我轉一個角度的時候 老皮不見了 對不對 所以你要看到媽媽但是不要看到老皮 怎麼辦 放到水裡面轉個角度 欸 好如果你想看到媽媽不想看到老師怎麼辦 眼睛摺起來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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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掉到水裡 好 那 你看 所以 其實我們用一點點小小的把 小小的水啊 就可以控制一些光的行為 那 除了把老皮不見 其實我們還可以玩一些更有趣的花樣 譬如說 好 你看當我轉一個角度 欸 耳朵不見了 對不對 那 前面的 前面的其實可以 看得到 這個小魚缸的話 看這個會比較清楚一點 對 好 這邊媽媽講到一個重點了 我們等一下會提到你講的這件事 好 貓雄必勝的願望 這是希望拍一張彩色照片 那個 好 可是你們有看過彩色的貓雄嗎 沒有 所以要怎麼辦 丟到水裡 好 我們再轉一個角度 欸 黑白了 變黑白了 欸黑白了 好 然後回頭來提 剛剛這位媽媽 講到一個 蠻重要的現象 你看 當 來 請大家看我這邊 先不要看上面 你看 當我轉這邊的時候 來 這位小朋友 你看到他是黑白還是彩色 黑白 好 吃了我一個糖果的小朋友 就你啊 他是彩色 對不對 來 那換我轉這邊 黑彩色 天白 好 紅獎我聽到你的聲音了 彩色 對 好 為什麼大家看的會不一樣 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們把光給轉彩了 他的製作方法很簡單 我們只要把 裡面放一張彩色的圖卡 然後這張明片套 外面放黑白的 畫一個黑白輪廓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當我們轉彩的時候 然後呢 其實 轉到某一個角度 你會看不到 裡面的那張紙 但是外面 塑膠部分還是可以看得到 所以就會 產生這現象 然後 為什麼有些人看得到 有些人看不到 因為當我轉到 某個角度的時候 這邊的朋友 他的光 就被折到別的地方 所以這邊沒有看不到 但是這邊的小朋友 還是可以看得到 那至於光 為什麼會轉彩呢 我們現在來講一個 看起來比較厲害的東西 用煙 在他們準備東西的期間 我先來跟大家講一點點 科學的 光學的小小的名詞 大家知道什麼是折測率嗎 不知道沒關係 小朋友你們經常走路 怎麼走路 這樣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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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路這麼氣派 這樣走 這樣走 這樣 好 那你在水裡面 你怎麼走路 有沒有在水裡面走路過 夏天快到了 很有機會對不對 在水裡面你走路 一定是這樣 有有 有沒有 速度會變快還是變慢 變快 你覺得 需要更大力還是更小力 更大力 好 像這種每個人都會回答的 我們就沒辦法給糖果了 更小力 好 光也是一樣 光在空氣裡面 他的走路 很快 大家都知道光很快 可是光在水裡面走路呢 他也會 變慢 變慢 對 那為什麼 因為折射率三個字 因為水的折射率 比空氣還要 空氣的折射率是1 水是1.3 所以呢 光在水裡面走路比較慢 不但慢 而且他會轉歪 所以你看我們的 光從空氣跑到水裡面 他會 往這邊走 也就是說 當折射率 當光從折射率小 跑到折射率大的東西 光會 光裡面轉彎 那我們可以實際來看一下 光怎麼轉彎 為了讓大家可以看到光 所以我們需要弄一點煙 來 可以了 所以 一樣 兩邊如果看不到的話 就麻煩你們看一下螢幕 那等一下我們把光從空氣 照到水裡面 那小朋友你們可以告訴我 有沒有看到光被轉彎的 有 我還沒開始照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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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嗎 看到嗎 有沒有 看得到嗎 有 看得到嗎 有沒有跟白板上面畫的一樣 看到嗎 那 如果 那 如果 兩個小朋友如果你們想要 不想看螢幕 如果想要看这边的话,可以过来看一下 好,小朋友请回座 我们现在要看另外一个更奇怪的转弯了 好,所以我们知道光遇到空气 空气遇到水,然后光会转弯 那如果我现在把油倒进去呢? 油 我把油倒进去,油会在水的上面还是下面? 很好,大家物理都学得不错 希望光学一样好 好,我们现在把油倒进去了 好,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图改掉了 我们现在等一下光会从空气跑到油,再跑到水 好,记住,刚刚我是不是说过 如果光从折射率小,跑到大,它会这样转弯 那等一下你们仔细看光怎么跑 然后请告诉我,油的折射率比水大还是比水小 好,不要折射好了 好,不要折射好了 好,等一下光从空气跑到油,它会往这边折 但是呢,从油跑到水 请告诉我,它会往哪边折 右边 右边 往外折 但是往外折 但是往外折 好,为了避免大家左右讲的不一样 内外说的不一样 好,来,请告诉我 等一下请回答我 光线会往软的地方折还是往牛的地方折 软的地方折 为什么 因为软的比较软 因为软的比较软 牛的嘞 很牛吗 好,来看喔 这个很不明显,要仔细看喔 牛的软 看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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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 那个,不好意思 那边的左手边的小朋友看得到吗 前面的看得到吗 我看得到 好,我们来第一轮回答 来,小桌长帮我看着 好 仔细看 他是往牛还是往软的地方折 大 沒錯 他是往软的地方 所以,有和水哪一个折射率大 有 答对了 有的折射率是大约在1.4左右 好 所以 这是折射率 折射率 应该说我们光可以转弯 基本上是靠折射率的大小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光的操控 看得到 我们可以透过折射率 还有一些形状的变化 来操控 呃 光的行为 那 我们糖果所生不多 请大家告诉我 日常生活中 你们有 知道哪些东西是用 应用到折射 这个现象 来 数到三 一 等一下 一 二 三 好 你看 你 品料 西管 西管 那学校老师有上课过吗 你好像有来堂 那我喜欢的欸 哈哈哈 可以 还有吗 一、二、三 彩虹啊 彩虹怎么应用 好,眼算对,眼算对 好,来,两个一起来 放大 放大镜 放大镜 眼镜,你有戴眼镜吗 厉害,没想到会想到眼镜 好,放大镜是一个非常重要应用 那放大镜为什么可以跟折射有关系呢 你看我们 一颗放大镜或是眼镜 它会有两条 我们刚刚就讲到两条线 会有两条线 那如果我们把这两条线给折弯 它变成这个样子 好,这两条线折弯以后 然后呢,我们的光进来啊 它就会光,会折一次 再折一次 折一次 再折一次 这就是放大镜 那我们等一下会聚焦 我们等一下会让大家玩自己手动做一组显微镜 你可以开一点东西 那各组小组长可以开始吧 等一下呢 大家会先拿到显微镜的瓶子 一开始会先给你们这个 大家先拿到 大家都拿到了吗 有拿到瓶子了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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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拿到瓶子 首先看到瓶口 有一个洞 有一个洞 然后一个瓶台 对不对 好,好 那等一下呢 会 小组长会给大家口红胶 一种胶水 好,你们在这上面 上面这个平台 涂胶水 然后 我们之后 今天会观察 卫生纸的纤维 还有头发 好,所以先把口红胶涂上去 口红胶之后呢 大家先 再载来这边 先把它涂一点胶上去 再载来这边 好,如果胶水已经涂得差不多了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这边 我们等一下 要先看面子的纤维 那面子纤维呢 请大家注意 面子你抽出来 它会有两张 我们把它撕 面子有两张 通常你面子抽出来两张 记得把它分开 一张薄薄的就好了 看不然 等一下会看得到 然后一张 思想快一点 来,请大家看 看一下萤幕 我们等一下把面子 显微性要看的地方 是在中心圆孔这边 所以把面子盖住 基本上等一下呢 显微性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如果聚焦得好的话 可以看到面子的纤维 但是其实白色的 会不容易看到 所以等一下会给大家 设比 你们可以先试看看 能不能看到白色 或是你直接涂上 蓝色绿色什么色彼 会更容易看得到 大家可以试着 把面子贴上去 不要贴到大利 要不然窄才会掉 那大家如果差不多人的话 每一组 我们等一下会给 一颗小猪猪 各位 你们等一下可以拿小猪猪 然后塞在 有没有看到瓶盖上有个小洞 瓶盖上有个小洞 瓶盖上有个小洞 那一颗猪猪的大小 刚好可以塞进瓶盖里面 如果不好塞 小部长可能要帮忙一下 然后大家在挑 挑小猪猪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不是每一颗猪猪都是很圆的圆形 面子的纤维 好 希望你们都有看到 然后 接下来如果 卫生纸有看到的话 你们可以把卫生纸拿掉 换头发 头发看到的样子 会像其他这几张照片 你盖子刚盖上去 明明下面有面子 有卫生纸 可是你看不到 但是你旋转旋转旋转 就可以看得到 看得清楚了 为什么 其一一二三 好啦 你一直举着 手会甩膀 对 聪明就是焦距 好啦 还是扁啦 对 因为焦距 因为我们的猪猪啊 大小是 它就是这么大 然后就是那个塑胶的猪猪 所以 你的东西 你的头发 或是你的卫生纸 一定要刚好放到某一个固定的位置 刚好在这个尖的地方 你要刚好放在这个尖的地方 才可以看得到你的头发 或是卫生纸 好 所以其实 大家回去以后 你可以再玩另外一个 刚刚有个妈妈 刚好有做到这个东西 你可以把头发 我们刚刚是 把好几根头发 然后铺在上面 对不对 你可以把好几根头发 疊在一起 你可以把三根疊在一起 然后看 你会发现 你这样转的时候 你会看到第一根 再转 看到第二根 再转可以看到第三根 可以一直往下看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用瓶盖 你可以调焦距 其实 如果大家回去有空的话 上网的时候可以搜寻 手机显微镜 这个是目前 在光学的科学交易里面 蛮有趣 也蛮都有在做的一个 一个小玩意儿 我们可以用手机 然后一样调焦距 然后用一颗珠珠 就可以做显微镜 所以它可以做很多东西 好 好 那 光的爪弯啊 除了折射 还有另外一 除了折射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什么射 好 还有一种就是反射 哦 我要讲一下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反射 来 我们刚刚说 光 从折射率小的 好到折射率大的 它会转弯 那 反射 好 对不起我重复一次 从折射率小的 好到折射率大的 光转弯它是这样子折 会跟原来的角度 会跟原来的角度不一样 那 反射它的角度会怎么样呢 光从蓝色这边进来以后 反射 橘 橘 蓝 会做哪一条线 你看 我们 一开始是从折射率小的 跑到折射率大的 所以 它的角度 会 变小 那 我们现在反射呢 是从 反射呢 是从折射率1 跑到折射率1 的地方 所以角度不会变 所以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那 这个东西呢 其实 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证明这一件事情 来 我找出我的道具来了 这是什么 镜子 镜子会怎么样 镜子 对 会镜射 刚刚谁说的 镜射 对 好 来 这是瓶子 瓶子里面有烟 烟 好 讲一个题外话 光碰到烟会怎么样 碰到镜子会反射 碰到烟会怎么样 散射 没错 就是 我本来 这是我预期 预期之外 你们会回答的答案 散射 不过 接下来 我就讲一下 会散射 有人叫做慢射 所以我说 为什么说乱射也对 这也算是乱射 好 所以 来 我们来看一下光 会怎么跑 我现在光 从空气打到镜子 所以会反射 然后呢 因为入射角 可以反射角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 英文字母 请告诉我是哪个英文字母 好 OK 有没有看到哪个英文字母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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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一个X 因为 这两条线 我们都能看到这两条线 在自己指的影像 可是为什么是X呢 因为入射角的反射角 所以他刚好遇到一个X 好 看到V1也是对啦 注意哦 等一下在下一个要讲的东西 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英文字母 我们看到V1看到X 接下来你觉得我们会看到什么东西 W W 谁说W 我 我 我先问大家 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 英文字母有几个字 16 我怎么听到有人说24 26 好 第二个问题 100年前英文字母有几个字 26 不对 24 24 少了两个字 哪两个字 ET ET 这种三十年前的笑话 你为什么会知道 我们是科普也 我认真在教授知识 少了J跟W 最早英文字母只有24个字 J是后来加进去的 然后呢 W啊 是因为有人觉得常常看到两个V放在一起 所以就把它当成一个字 叫做DoubleV DoubleV 就是Double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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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讲Double 我们等一下真的会看到Double Double 知道了吗 所以 英文字母24个字 它不是笑话 它是真的 来 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个 刚刚讲的是反射 我们现在来教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全反射 对 顾名思义 对 顾名思义 所以刚刚我们可以看得到啊 从折射率小 然后折射率大 一开始我们说 会折射 后来我又告诉你 不但有折射 它还有反射 那有没有可能 只有反射 没有折射 就全部反射掉了 叫做全反射 变成这个样子 空气跟水 有没有可能 有 有可能 但是土不是这样子 好 从折射率小 跑到折射率大 它会这样子弯 那如果我们从折射率大 跑到折射率小 它会这样子弯 那如果我们角度再大一点点 这样子弯 角度更大 会怎么办 贴水平面 对 它就出不去了 就变成全反射了 所以 全反射有个条件 一定要从折射率大 跑到折射率小的地方 知道吗 那 大家 大家 直接看了这个想象一件事情 水跟油的哪一个折射率大 油 油 油跟空气哪一个折射率大 油 油 所以如果光从油这边打过来 光从油这边跑过来 谁觉得自己写一目字母很漂亮的 好来 我今天好像没点过你喔 你有拿过糖果吗 你自己都说有了 来 上来 表现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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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这样子 其实 没错 但是 我们说 要全反射 除了要从折射率大 跑到折射率小 还有一件事情 要够斜 要够斜 所以如果不够斜 会变这样 没错 那如果我们再画斜一点呢 再画斜一点 再画斜一点 它就 咚咚咚咚 咚咚咚 光啊 就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 只会在油里面 咚咚咚咚 跑掉 变成很多个W 所以一目字母就多了一个了 来 我们可以 透过简单的 这个 也要然后清除我们的鱼缸了 可以看得到这个W 怎么跑出来的 这个比较不容易看 大家注意看 有吗 皮膚 投眼机看得出来吗 有 然后记住 不要站在旁边 不要在雷声 我觉得很难的问题 这种光啊 在某一个 东西里面 就一直跑 不会 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 大家觉得 这个在你们 生活上 有什么东西 是用这个原理做成的 我都没问完 就去走了 真的很厉害 你为什么知道 就是光纤 什么是光纤 我大概可以讲一下 光纤呢 我们就是用一条 很细很细的线 然后呢 它的原理就跟刚刚讲的 这一模一样 光就只会在线里面跑 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 然后因为光的速度 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把它拿来做成你的网路线 你的网路就可以很快很快很快 很快 来 来 刚刚一个小竹躲在下面 对不对 所以我要给你们一个东西 怎么要去看到它 解放器 来 小组长 知道我还用你吗 你可以躲到我们下个 来 大家都拿到了吗 拿到了 好 我们解放器里面有两张纸 两张纸 你可以先把包装拆开 看一下这两张纸 然后 那个胶 上面胶 我们材料拿出来之后 基本 你拿出来以后 你就不需要用到剪刀了 不要把它剪破喔 好 解放器拿出来 然后上面有折痕 顺着它成 圈起来 变成一个四方形的桶子 像这样 这样 像这样 然后 桌上会有恐龙胶 或是双面胶 把它粘起来 然后折的时候 让白色的在外面 灰灰的那一面 在里面 等一下 我们会给大家一些色笔 白色的你可以 在你的情况下上面 画一些图案 然后画给人鱼 画老师的图案都可以 好 大家如果两个拐子都捏好了 你们可以试着把它组合起来 套进去就好了 拿一个做好的给我 好 当然 如果大家两个套筒都做好了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这边 来 套筒做好了以后 相信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镜子要黏在上面 然后记得 镜子上面有一层薄薄的膠膜 把它撕掉 会比较亮 撕掉以后 重点呢 浅化镜 其实你可以有两种使用方式 一种是 一种是这个样子 这样子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东西 或者看到桌子下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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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种是 你可以这样子 你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 可以看吗 可以看后面 拿两支 如果都做好了以后 我们桌上有发彩色笔 你可以在喜欢地上 画一些你喜欢的图案 各位小朋友 你们在做的时候 如果你们想要玩 我们今天做的第一个实验的话 你可以来玩这个小鱼缸 转动图卡 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小朋友 对彩绘比对偷灰有点 你要说小朋友是在装 就是在画他的这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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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就画 你就接着 哦 厉害 好漂亮 好 那个 为我们今天的活动 做一个完美的ending 好不好 来我问一下 今天的活动 你学到好多 光线会怎样 在强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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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有小朋友 从我时候会乱射 学了反射折射 全反射 什么慢射 散射 那么多 没有关系 相关的原理 等你年纪再大一点都会学到 所以给我担心 但是呢 你今天做的实验 我看看哪一个小朋友 在透归透归的这么开心 哦 哦 我去不可以 随便 不要做合法 是什么 来 今天的活动 是不是很精彩 是 听起来不太精彩 很重声音 是 很糖果发的活动 因为那里面只有沙士堂 是不是有暗卡 你看 我只会暗卡 不要买卡 好啦 那个 我们要请 我们好像是制服的工作人员 请不到台上来 因为我们今天的活动 这么成功 是因为 因为我们有这两个协会的 学会的这个 出生分会的 志工们 来当初 来协助我们 所以啊 我们今天的感谢状的 颁发的方式也比较特别 我也请我们所有 今天协助我们这场活动的 运会的 会员们 大家请上来 然后 小朋友 你们 现在要做什么呢 你觉得 你会觉得今天真的很好玩 都是这些 大哥哥大姐姐的功劳哦 所以你至少要跟他说 谢谢对不对 那你说 谢谢对好的方式就是怎样 有用力的 有用力的 我可以帮两张好的像 一张预言来接工 都照得到吗 这边吧 会不会得到 你不要 个子来了 在前面点 搞得到 不要不要得到 西方也不要得到 搭头的楼 对对 好 那个 小朋友 谢谢 好 谢谢 再另外一张 是吧 OSA的 台卫代表 西方代表好了 好 谢谢 小朋友